马迁品历史 带您探索最真实的历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看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刘伯温 他在民间传说中是非常神异厉害的人物 被誉为五百年前之五百年后之 常备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相提并论 刘伯温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这位明朝的重臣 在政治文学天文和兵法上 都有过人之处 作为朱元璋开国的重要功臣 刘伯温也没躲过朱元璋的疑心 非鸟尽梁宫藏 刘伯温在打天下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 和之后处理朝廷大事积累的威望 让朱元璋怀疑他会威胁自己的统治 刘伯温知道朱元璋的脾性 主动远离朝堂 整日喝酒看风景 不再过问正事 刘伯温被赐归家乡 但是朱元璋依旧不放心 因为刘伯温的才能害出众 就算他身边或许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身份 朱元璋还是疑心刘伯温能威胁他 所以他又把刘伯温召回来 想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亲自看着 在公元1375年 刘伯温感染了风寒 胡维庸奉命带玉仪给他医治 结果刘伯温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刘伯温之后委婉地向朱元璋传达了此事 朱元璋的反应很平常 这让刘伯温非常心寒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在他已经无法自己活动的时候 朱元璋终于松口让他回乡 并特意派遣了送他归家的人 刘伯温回家后不久 就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 拒绝了乡亲们给他找来的药 交代了自己的身后事 据说刘伯温临终留下预言 称自己死后 朝廷很快会收回爵位 他的儿孙也会受到打击 不过很快皇帝就会为他们平反 百年后刘氏不过五代 必出人才 能够光宗耀祖 不料后来这预言果然应验 红织年间 朱又堂命人寻找刘氏后人 发现刘伯温的武士尊 被人陷害入狱 一纸诏书让他从囚犯成了三品大员 这样的经历也是非常传奇 似乎印证了刘伯温的神异能力 让人感觉非常神奇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创作不易 欢迎见多时光的您 点赞评论